放云端上,第一个一定要记得 你放在上面的东西 一定要是一个 你在上传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转换成Google 所以Google的试算表 不然的话它没办法发布 再来的话就是你放上来的东西 比如说以这个来看 你如果上传的话,假如说你是有转换 它会出现的图示一定是长这个样子 这个是Google的试算表 可是如果你上传的时候是一个X的话 那就表示它还是Excel,那就不行 那比如说如果你将来 你要让别人去抓这个资料的话 它其实可以打开啦 打开之后的话 我觉得Google试算表还蛮人性化的 就是说你其实可以把一个Google试算表 变成CSV或者是变成Excel 让别人去抓取 当然你前提你变成说你要先做那个 有一个动作 在档案里面的话 这边有一个就是共用 共用的话当然 如果你要变成有点像自己 就像类似开放资料一样的话 你可以选择那个 就是共用里面的 发布到网路 然后发布到网路的话 它就可以帮你把这个 这一个试算表里面的内容 变成有点像是我们那个CSV 如果你要像 那个刚刚我们下载的那个台电资料 让别人去抓的话 其实我觉得你也可以把那个Google试算表 拿来当成是一个server 这个好处就是你不用架server 但是实际上它也可以做 怎么做 你发布的时候 你只要记得怎么样 把它改这个 CSV就可以了 然后你再按发布 它会给你一个连结 那你那个连结就是将来 有点类似台电的那个资料一样 所以我们把它发布一下 然后发布这个项目 OK 你会发现这边就有连结了 然后你就把这个连结复制 然后复制之后的话 再到像我们 我这个是问题02的范例 所以如果你要抓的话 其实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我把这个连结 我把它放到这边下面好了 比如说这个是范例 问题02的连结 如果你们要练习的话 试试看好了 但是要记得 这个 这个连结你们可以 基本上你把它发布之后的话 它理论上它就会是一个 一个CSV了 所以如果你假设 这个连结 它下来的话 Enter的话 理论上它应该就下载 这个CSV档案 然后我们一样 可以把这个连结 刚刚这个连结 直接就放在哪里 放在我们刚刚的这个后面这里 有没有 复制 复制到这里 记得这边一定要改CSV 那怎么知道是不是CSV 我印象中它在最后面的连结 这边output等于CSV 这样才OK 应该这个连结才对 然后原始资料 原始资料 然后CSV 然后把这个网址 确定一下它是不是 尾巴是不是CSV 如果尾巴不是CSV 你可能就要 改一下 我看一下我刚刚 这个连结 刚刚是贴错了 应该是这个才对 好 你会发现 它后面尾巴一定要是CSV 那我们就是直接拿这个来抓取资料的话 理论上是OK的 抓下来的话呢 它就会帮我把 我刚刚的试算表里面的东西 就直接全部通通下载下来 另外还有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它是非微软阵营的这个资料 所以它这边记得一定是65001 我们试一下 这个 我一样把旧资料给删掉 我直接拿这个来跑跑看 OK 我把这个旧资料先 沾掉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OK 那跑一下 基本上的话呢 利用这样的方式 你就可以把资料 发布成CSV 让别人去抓取 OK 理论上应该没问题 有没有 刚刚我放在 网路上面的资料 那就会很快的 可以让别人去抓这个资料 这个也是一个你想要跟别人共用资料的一个简单的方法 那好处就是说 你不用特别还要为了要让别人去抓某个资料 你要特别还要去架式一个网站 因为Google的连线其实还蛮稳定的 频宽也蛮大的 你稳定度也没什么话讲 OK 再来的话呢 你只需要怎么 把这个档案 记得就是 上传上去的时候 要先确定这边是不是设定 齿轮的地方是不是设定 有帮你转换成Google市算表 那上传之后的话 你们可以自己找一个档案 我这边是随便抓一个档案 比如问题02这个 那你打开它之后 只要再到这个地方 找到档案里面 有一个共用的地方 发布到网路 这样就可以把你要发布的资料变成CSV 一般是CSV 当你说可不可以变成Excel 它这边好像也有提供Excel 你也可以怎么样 发布到网路 它好像也可以直接 就是一个Excel的档 只是说Excel的档呢 这个可能不如用CSV来简单 因为CSV其实就是文字档 只有逗点 另外还有网页 网页也可以用爬资料 但是相对还是比较麻烦 所以我是建议首选应该是CSV 这个的话 你们可以试试看 然后它这个资料是部分资料 跟各位讲一下 另外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你发布出去 你将来这边变动 别人抓的时候也会跟着变动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也还蛮适合 就是你是发布资料的人 别人是抓资料的 OK 好 应该这样OK吧 好 那试一下这个部分好了 那我有把刚刚那个问题02的连线 放在那个 我一样是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你要练习的话 Credit Table 一样只要改 把资料改 你就可以抓得到 我刚刚放在Google试算表上的资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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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